感謝上帝,我們這次就完結了 因為再黑一點就不行了 這次的題目很簡單 沒有君王的日子 最後再說一次 給你看一個多個畫面 當沒有君王的日子是什麼日子呢? 有三樣東西我們看到 有強暴,剛才我們讀的強暴 有爭戰 接著是以色列自己的自殘 沒有君王的日子是怎樣的日子呢? 是一個忍火自焚的日子 是以色列人最後是忍火自焚 我想和你一起去看 我強調我們一看就要看三章 為什麼呢? 如果你留意去看 剛才我們讀的第十九章開始的時候 是當以色列中沒有黃的時候 而整本書最後的結束是 那時以色列沒有黃 各人照眼中看為對的事情去做 所以你看到 它是故意有一個inclusive 將這個故事 用這句說話 以色列中沒有黃的句子 將它畫圓圈 所以這三章聖經 即是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 是屬於一個整體 這個整體是非常之黑暗的一個整體 在沒有君王的日子 各人照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情去做 當中有三個故事發生了 三個故事發生了 剛才我讀了第一個 第一個故事 基比亞暴行 索多馬在賢 你看到我這樣寫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幾個字是這個故事裡沒有的 譬如我說索多馬在賢 這個故事有沒有說索多馬 是沒有的 但這個故事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不是基比亞 是索多馬 因為那個情節其實索多馬已經出現過 索多馬是創世紀 我經常都強調 《史詩基》是聖經裡面第七本 他假設你是看了前面六本 他假設你是很熟悉的 所以他講的是基比亞 他其實真的要講的是索多馬 基比亞是什麼地方呢? 如果你剛才你記得他讀的時候 他都說基比亞是比亞文的地方 如果你看回聖經 基比亞是蘇羅的家鄉 你記得我整個大題目史詩記是什麼? 認清候選人,投票選賢能 其實叫你選大衛 不要選蘇羅 所以這件惡幸特別在哪裡發生的呢? 基比亞 基比亞是蘇羅的家鄉 所以如果是這樣說 真的畫到蘇羅很黑 但是我想你看到最後 你已經不是在想基比亞 黑的東西就再不是蘇羅那塊地 這麼簡單 是整個以色列 從頭到尾都黑了 那樣東西才令人害怕 不是一個地方的黑暗 而是所有有以色形的黑暗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就是 我也講一點 就是當他這個暴行之後 結果我們結束的時候 那個人的利美人把他的妾士斬件 12件送給12個支牌 其實目的是什麼? 叫他們起兵 於是以色列的支牌 就真的去起兵 去殲滅 比亞敏 OK 結果比亞敏是被人差點殲滅了 OK 你可能真的要回去看看 第20章、第21章 因為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們起兵的時候 是40萬人 比亞敏的軍隊有多少呢? 26,000而已 40萬打26,000 OK 其實如果你看看那個細節 就是40萬打26,000的時候 第一場他們輸了 第二場都是輸的 結果到第三場他們就贏了 但是因為第三場贏的時候 怎麼說呢 就是 做了一個亡我的狀態 40萬打26,000 於是 終於有得贏的時候 暴行就出來了 怎樣呢 不斷殺不斷殺 停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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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就死剩600個男人 那就是真的差點殲滅了 於是創造了第三個故事 就是怎樣幫助亞敏人 去找老婆呢 OK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所有非比亞敏的以色列人 都說我們不會把我們的子女 給他做老婆 發了個誓的 於是他們想了其他的辦法 其實兩個辦法 結果讓他們這600個比亞敏人 是有厚恥 這個就是整個故事 如果你就這樣去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紅燈黃燈綠燈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開始的故事是最暴行的 我們不認識的 我們就以為開始的故事最暴行 紅燈 接著 以色列打聖戰 難得他真的要和强扶弱 OK 那就變成黃燈 最後他竟然是憐憫收場 於是你的感覺上 是紅燈黃燈綠燈 但是 如果你真的仔細看這個故事 其實是講以色列聖民的 迅速的迦南化 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其實越來越像迦南人 整個故事 竟然剛才我們讀的那個 是綠燈先的 綠燈黃燈 去到最後 紅燈 整個地都黑了 OK 所以 我就想一個一個故事 帶你去看一點 就是我們沒有看 很仔細的 不過就在這個 這麼黑暗的環境裡面 當以色列聖民 為什麼我叫他們聖民 就不是說他們很聖結 是說起初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來 是要他們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 是不一樣的 所以叫做聖 聖就是分別為聖 所以你去到新約 你看我們講基督徒 基督徒是什麼 聖徒 就不是說 要有個圈才叫聖徒 是我們上帝呼召 我們就是要從這個世界裡面 分別為聖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聖徒 但是這個以色列的聖民 是已經迅速的加南化 它不單止沒有分別為聖 它越來越成為加南人的樣子 於是 在一個這麼黑暗的時代裡面 我們有個呼召 呼召什麼 以色列人中沒有王 OK 當中 我們現在再重看剛才我講過那幾個故事 我現在把它變成五個故事 有大故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 利美人女妾 租基比亞強暴 剛才我讀的 OK 跟著 以色列聖戰 殲滅變瓦敏人 剛才我講過 第三 變瓦敏敗北面臨滅絕災難 剩下六百個 六百個男人 OK 第四 以色列聖戰 殲滅 基利比亞 一會再講一下 這個是什麼 基利比亞 第五 最後 斯羅的女子 遭變瓦敏強暴 OK 如果你大概記得 我不知道 如果你記得 或者你看過 或者你還記得的話 就是 他們要 湊夠六百個女生 給剩下的六百個男人 他們殲滅了 基利、亞比 找到四百個女生 給六百個男人 還欠二百個 接著 就去了斯羅 叫 變瓦敏人 自己去強暴的女生 就剛剛好 找足夠 六百個 接著就是 哈利路亞 感謝主 以色列人最後那個 保住了 你看到我這樣寫 你已經開始看到 其實我是畫一個 ABCBA 是嗎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女妾 被強暴 最後是 斯羅有女子二百個被強暴 其實是加了馬 OK 這裡 以色列人聖戰 殲滅便瓦敏 以色列人再聖戰 去殲滅基利比亞 中間是說 變瓦敏敏 敗北面臨滅絕的災難 OK 如果你知道 通常這樣的組織 強調的是中間 如果你說中間 表面上是說變瓦敏 就剩下六百個男人 就面臨殲滅 但是其實 你可以拍過熟靈的X光 如果你拍過熟靈的X光 其實整個故事 或者五個故事 就更加令人害怕 那是怎樣呢 我現在把X光片給大家看 利美人讓基比亞強暴女妾 你跟前面有什麼不同呢 前面就說利美人的女妾被基比亞人強暴 你看我現在重寫是怎樣 其實不是基比亞這麼令人害怕的問題 原來是利美人讓基比亞強暴她的女妾 一會兒你去到看到 我看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了 第二 你現在回到這裡 是以色列讓比亞敏強暴女子 他不是不幸運 是以色列的長老領袖 決定讓比亞敏強暴那二百個女子 B 利美人模糊見證 引發聖戰 不是聖戰這麼簡單 以色列人輕率勢弱引發聖戰 OK 兩個B其實跟第九屆有關係 第九屆是你不可以發什麼假誓 兩個都跟他的見證發誓有些關係 一會兒我們看你就會明白 到中間以色列自殘變難引人貧臨滅絕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整個以色列國在引火自焚 壞的不單止是比亞敏 利美人 以色列的領袖全部都壞了 最後上帝在扯火 隨時會殺到你 整個以色列變成了索多瑪、摩拉 甚至更壞的 而上帝的火就會燒到他們 我想和你這五個片段都簡短去看一看 我們看的次序就是A1、A2、B3、B4、C5 可以嗎? 要跳一點點 第一 可能你最熟悉的故事 利美人讓基比亞強暴履切 22節 他們心裡歡樂的時候 漢亞城中有無賴圍住房屋 連連叩門對老人者家的主人說 把那盡你家的人帶出來 我們要和他交合 我想你大概記得 這些人是基比亞人 但這個老人家 如果你看回 他是有以法連山區搬去基比亞 所以他不是基比亞人 你就這樣看 你覺得這位老人家 是整個故事裡唯一一個好人 唯一一個好人 因為他怎麼說呢 他說這家的主人出來對他們說 弟兄啊 不要做這樣的惡事 這人既然盡了我們家 你們不要做這可恥的事 他在跟他們說 叫什麼 不要做這個惡事 不要做這個可恥的事 那做什麼事呢 厲害了 漢亞我有個女兒 還有這個仁妾 他說任你們污辱 不要做醜事 做這個事 你看看 這個字叫什麼 照你們捍衛好的對待他 這個是史思基的主題 Do what is right in your own eyes 你眼中捍衛對的事 你就去做了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老人家 原來 都是加難化了 表面上 他是說不要做那些醜事 那不做那些醜事 做什麼事 做這些事 這些事 又是醜事 又是惡事 但他已經看不清楚 他分不出什麼是惡 什麼是對 什麼在上帝眼中看為正確與失敗的東西 OK 故事還未完 高峰還未完 哪些人不肯聽從他 那些人 那些人 怎樣呢 他說他要給女人 那些人 那個反應是 不要女人 要男人 是嗎 他說了不要女人 要男人 結果怎樣呢 哪人 抓住他的妾把 他拉出去 都說不要女人 但是這個人怎樣 他怕死 他是不是你要不要呢 他都捉住了他的妾士 扔了出去給他們 你看不看到 最後這個故事的主角是誰 是這個利美人 這個利美人 那些人將讓基比亞強暴他的女妾 是不是基比亞人強暴他的女妾 是 為什麼他們會強暴他的女妾 是因為他自己貪生怕死 因為別人都說不要 他都扔了出去 所以這個利美人 那個老人家 基利比亞所有人都在加藍製造 全部變種 很多人害怕 還會完 到了早晨 苦人回來 仆島留在地上 主人住宿的那家門前 直到天亮 早晨他的主人 起來開了門 想請問你 那位人 扔了他的妾妾出去之後 那晚他做了什麼 大教訓 厲害嗎 大教訓 他扔了他 然後人們抓了他 於是他大教訓 出去路上看 看 那婦人他的妾倒在門前 他的雙手在門岸上 這個看 其實他的感覺上 他好像少了一件行李 不過 那件行李早上開門 又在那裡 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對這個虎人說 他說 起來我們走白 虎人卻會有反應 哪人就把他放在爐上 起身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他好像莫不關心 完全睡了一場好覺 失去了一件行李 然後又找回 他莫不關心 這樣 就帶了他這件行李回家 OK 回家之後怎樣 到廖家裡 他拿刀 抓住他的妾 把他的屍首 切成十二塊 分送在以色列的人全境 聖經學者說 你看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很吊詭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知道 那個妻妾是何時死的 其實我們假設就是 他在門岸那裡 被他撿回的時候 已經死了 其實他沒有跟你說 其實你不知道 他那個妻妾究竟 是不是那時候死 還是這個人說 救回都殘廢了 不如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將他割了十二塊 送去 這個說的是什麼呢 有考古學家說 當時有一個敘利亞的皇帝 有一次想要打仗 要激起他的軍心 就做了一件事 他找了一個其中坐牢的酬奴 將他分屍 不知道多少塊 然後丟給他的將軍 而這件事是令他們 振奮他們的軍心 所以這個人 是用他妻妾 變為十二塊 分送去以色列的全境 就是要做這件事 要幫他自己出一口氣 這個人 這個故事裏面 每一個人都完全是迦南化了 這個是整個故事的主題 他們再不像聖民 以色列應該是聖民 但他不但不是聖民 他已經完全迦南化了 好 第二個故事 這裏講百姓 憐憫 這是整個故事的最後一個故事 如果你記得他前面發生 表面上好像是憐憫 但其實他為何現在憐憫 他是因為他們起初的暴行 收不到手 你記不記得 40萬人打26,000 所以這個故事很有趣 好像在講憐憫 其實整個故事的起初是暴行 結果結束的時候 又是另一個暴行 他說 耶和華史以色列的當中 有一個缺口 其實是他們自己做的 不關耶和華史的 匯眾的蔣老說 比亞文中的女子 既然都除滅了 我們該怎麼辦 使正下的人可以取妻 於是他們很有辦法 他們說 在一年一度 耶和華的節旗裏 在士羅舉行 OK 接著他說 吩咐比亞文 他說 你們去躲在葡萄樹中觀看 約士羅的女子出來 你們就從葡萄園裏面跳出來 去搶做你的妻子 其實是強暴 強暴他們做你的妻子 於是便亞文就去 甚至如果你看回上下文 是說以色列人的長老說 如果他們的大哥 他們的爸爸 來找我兄弟來尋仇 我們會幫你擋 沒事的 你們就儘管去搶妻 所以整個故事 是以色列讓變亞文強暴女子 就不是變亞文強暴女子這麼簡單 是以色列人容許他們去做這件事 我現在看中間這個B3B4 你未人模糊見證 引發聖戰 於是以色列眾人從彈到B3B4B4 以及激烈地出來 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華那裡 OK 在這張聖言裏面 這個如同一人出現過三次 以色列人從來沒有這麼團結過 但是這次 竟然在這張裡面 他如同一人三次 說很團結 很團結做什麼呢 做惡事 做什麼呢 以色列人說 請你將這件惡事的情由對我們說明 以色列人說 那個利美人就說 他說 基比亞人夜間起來攻擊我 他們想殺我 並把我的妻妾污辱致死 他講的有沒有說謊呢 他沒有說謊 但是他 有些事情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他的妻妾為什麼會出去 是不是 他講一半不講一半 他不告訴他 其實他妻妾被人污辱致死 其實是跟他有關的 甚至我們都不太知道 他妻妾是不是真的被污辱的時候死了 還是是後來他弄的 這個人所說話的口吻 很像加南人 他表面上是正人君子 其實他是想借刀殺人 他是想借以色列的軍隊 幫他出口氣去基比亞 去遷沒他們 第六節 我把我的妻妾切成塊 但是因為基比亞人在以色列中 做了邪惡可恥的事 看下你們大家以色列人 再此提你們的意見和對策吧 於是眾百姓起來 遇同一人 你看到嗎 又遇同一人 我們誰也不回自己的帳篷 誰也不回自己的家去 打人家外面的人 沒有見他這麼厲害 是吧 經常都很虛的 沒有人要跟他打 你覺得彈人是完全打不贏的 他打加南人完全不行 現在這麼勇 每個人都說不回家 一定要打 現在我們要這樣對付基比亞 照所簽的去攻打他們 於是以色列人 彼此如同一人聚集攻擊那盛 OK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掀起一場聖戰 我想請問你整個故事當中有多少個見證人 他要出兵出四十萬兵 是based on 多少人的見證 一個 一個人 只是一個人見證 行不行 不行 如果你看回去 Deuteronomy 生命記裡面說 你要告一個人殺人 起碼要兩三個見證人 你不可以一個人 一個人不信得過 而他竟然 這班百姓 或者長老 根本有沒有看過生命記 沒有 於是他們 用自己的血氣 因為一個人很模糊的見證 我不可以說他錯了 是吧 但他真的夠模糊 他不告訴你 他真的要 其實是他把體貼扔出去的 他引發了這場血腥的戰 而且你要記得 去污辱他這個妻妾的人 可能是一隻手就數完 頂擾兩隻手 我們說可能是幾個人 到頂擾十個人 他出多少兵 四十萬 接著差不多 抄了別人的家 很奇怪 打敵人沒那麼勇 打自己很勇 很畸形的一件事 整個故事告訴他 他們其實已經離開了上帝的律法 基本上是自己做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情 我們看B4很快 以色列人輕率勢弱引發聖戰 OK 我讀第21章第一節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說 我們當中誰都不把女兒嫁給便雅民人 為何最後剩下六百個便雅民人 他們那麼傷心 因為他們發了毒勢 我們當中沒有人可以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 OK 即是說他們未打仗之前已經發了毒勢 如果你熟史詩記 史詩記裡面有一個史詩是發毒勢的 接著很後悔的 爺佛他 他就發了毒勢要什麼呢 就是說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出來 第一個人出來就是要奉獻給爺和華 那個就是他的女兒 爺和華從來沒有人叫你要奉獻女兒 他其實都是在抄襲加藍人的東西 加藍人打仗為了要贏 就要起很多這樣的勢 所以這班人又是未開始打仗之前 已經在這裡起勢 起勢說不給自己的女兒 那怎麼辦呢 那以色列人真的有很多辦法 他說以色列人說 各支派中誰沒有想到耶和華那裡 因為以色列人曾起重勢說 凡不想米斯巴到耶和華那裡的必要被處死 他想的辦法是什麼呢 就是他曾經有發過另一個毒勢 就是誰不來的 我們可以殺了他們 於是他們繼續查下去 說有個地方叫做基列的瓦比 所以基列瓦比 基列瓦比是沒有一個人來參與這場戰爭 這場勝戰的 簡單來說 基列瓦比是以色列人眾人 中村莊當中是唯一做對的人 就沒有參加這場混帳的勝戰 結果怎樣呢 就因為他們沒有參加這個混帳的勝戰 於是以色列人就派了一萬二千個大軍大勇士 將他們全村剷掉 但是剷掉下來 叫他們留下那些未結婚的女生 要方便雅敏人留後 你看到嗎 即是他發了恐勢 說要殺死一切 但是又可以改的 隨時可以改一改 殺了難的 其他人 不過剩下女的就留下 所以看到 這個在講以色列人 這些事情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沒有那麼敏感 但是對於當時以色列人 律法是很重要的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律法很重要的 即是你不可以爬爬烏 求求其其的 所以他們這些法寵世 模糊見證 全部都是和第九界有關係的 他們在犯了一個很大的事情 於是到最後 他們引火自焚 以色列 貧臨 滅絕 其實你看完整個圖畫 就是他們已經離棄了耶和華 而耶和華 如果當年耶和華一把火燒了 所多馬和摩拉 今天不燒他們 他們的罪何止是所多馬重現 他們的罪是所有的這一罪 所有的所謂聖戰 都完全都是歪例來的 而耶和華真的要將他們滅絕 我想你們看少許 這個中間這段說話 二十章第十二節這樣說 以色列眾之派派人出去 問遍雅敏之派國家說 你們中間怎麼做了這樣的惡事 現在你們要把基比亞的那聲無奶膠出來 我們好處死他們 從以色列中除滅這惡 當然 基比亞人不肯放人 又是另一個問題 總之結果兩邊都壞 結果就剷了 在這個故事裏面 表面上好像說大義滅親 以色列人寧願要攻打自己的比亞敏人 但其實當我們看完五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發覺他們完全 每一個人都在做他們眼中看為對的事情 我可以和你打個比喻 打個比喻 有一個健康的人 他看到他的手上有顆鈕 於是他就決定要把腫鈕割出去 大義滅親 誰知道割的時候就出了事 就不斷流血 割多了 於是搞到以色列自己自殘 變亞敏貧臨住 即連左手就差不多割了 但他又很有辦法 他又可以做其他事情包紮包紮包紮 這個是表面上的故事 就是說這個人大義滅親 結果就殺多了 不要緊 都可以用其他的幫法來補救 但是如果你看了X光片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個人 其實根本就不是大義滅親的 這個人原來本身就是一個怪物 這個人基本上由頭已經爛到落尾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邪惡 他的心是死的 他的眼是盲的 於是其實他真的是在隱火自焚 上帝的憤怒隨時來到這個以色列人的身上 而在這個這樣的圖畫當中 他有一個呼喊 以色列人當中活有 我們需要一個皇帝 因為我們整個國民已經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怪物 但是我們知道大衛沒有辦法救到他們 除了我們一直在說他別是巴那樣東西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知道最後大衛的國度 猶大國變成怎樣 就是一樣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以塞亞書 以塞亞書講到猶大國的病入高坊 猶大都是隱火自焚 不過已經被滅了 但是猶大是怎樣 以塞亞書的一章是很有趣的 因為以塞亞書的一章是一個我們叫court case 其實耶和華是在告以色列人的 我們讀兩節 讀兩三節 和哉 犯罪的國民 擔當罪業的百姓 行惡的族類 敗壞的兒女 你們利器耶和華 藐視以色列的聖者 背向他 與他疏遠 這個在講大衛後面的大衛王朝之後的大衛的猶大國 你們為什麼屢次叛逆繼續受雜拔 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 從腳掌到頭頂 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盡是創傷與清與流血的傷口 未曾濟淨 未曾包紮也沒有高滋潤 以色列的罪 讓他們承受上帝的懲罰 整本以塞亞書 如果太長 大家大概有一點記得 有人說以塞亞書可以斬半 一半是講上帝的審判 講以色列人的罪 上帝的審判 但後面是講到盼望 那是拯救的 而在後面的部分 我們很知道 我們很熟悉的一件事 就是以色列的書 第五十三章 是吧 究竟那個盼望的請教在哪裡 是那個受苦的仆人 是耶穌基督來代罪成為我們的羔羊 是吧 他成員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是神被神擊倒虎袋 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 因他受的懲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子 我們都如揚走迷 各人偏行幾路 也會說 使我們眾人的罪孽 都歸在他身上 我們都如揚走迷 各人偏行幾路 也會說 使我們的罪孽 都歸在他身上 如果你在一個基督徒 或者你在教會來 你知道 我們今天不會說這些 我們都如揚走迷 講以色列人這麼簡單 是吧 其實和你和我有沒有關係 有 是我們 我們各人都是 應該這樣說 我們各人未信主之前 都是在做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 因為你信了主 你不應該是在做 因為你說 是啊 我現在信了主十年 不過我也是在做我眼中看為對 如果你這樣說 你小心點 你真的小心點 我想告訴你 就是我們曾幾何時 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這個都是我們的樣子 由頭到腳 全部都爛了 我們各個做我們自己 覺得眼睛 覺得對的事情 但是 在耶穌眼中 是惡事 上帝的憤怒 在我們周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全副音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這樣說 你想跟這位朋友 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你全身都是汽油 你聞不聞到那樣脫 他當然是聞不到的 你明白嗎 要他聞到的時候 他近乎差點信主 但是其實你跟他談的 他那種志意 那種偏行紀錄 覺得自己就是自己人生的掌管 其實他每天是用汽油洗澡的 只要上帝一把火 一點 就燒到他 我下次有機會 給你聽一下 讀幾節 Jonathan Edwards 美國最有名公理堂的一個牧師 最後被教會踢走了 當然 他因為講太激 他有一篇道 是美國很出名的 叫做 Sinners at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再聖結上帝手中的大罪人 他說上帝的憤怒 他跟他自己的那班 在教會裡的大兄姊妹說 他自己知道當中有很多未信主 他說 你知不知道 上帝的弓箭已經指著你射 隨時一鬆手你就去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還以為自己很什麼什麼 你自己很安然在一個地方 我們不知道 其實我們的狀態 我們是充滿著汽油在我們周圍 我們需要上帝 我們需要悔改 需要悔改回到這裡 好 悔改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在他的十字架裡面 是我們唯一的拯救 我想帶你去看一看史詩基的結局 少少 他們找到四百個處女 就帶他們到加南地的士羅營 這件事很有趣 聖經學者說 士羅本來就是加南地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加多加南這個字 去強調一些東西 你可以說 在香港銅鑼灣的公理堂 其實你說公理堂是銅鑼灣 大家都知道是在香港島 你不需要再加香港島 但是他故意要交話士羅在加南地 原來神學家覺得他有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士羅是一個敬拜搖華的地方 本應該他們進到加南 是將加南天國化 你明白嗎 這個使命是他們應該將加南成為 一個天堂在地上的一個據點 但是他們不但沒有這樣做 而在他們的競賣當中 他們已經被加南化 OK 整個以色列人 雖然身體進去了這個聖地 其實他們完全被加南化 最後一節 很有趣 他說 那時以色列人離開哪裏 各自回到自己的支派中族 他們從哪裏起行 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業去了 他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業去了 好像沒事了 一切很和平 是吧 其實不是的 這個回到自己的地業 其實這句說話 在約書亞記結束的時候已經出過 約書亞記講到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業之後 其實他們要去做什麼 他們要去打仗 約書亞記的主題是 上帝幫他們分了一塊地 然後上帝帶他們進入去 但是進入去之後 他們其實有責任去佔據這塊地 將這塊地天國化去 現在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外邦的神明 專心歸向耶穌華以色列的神 這個就是他們在地業裡承受地業的方法 但是以色列人是沒有做到這件事 以至你回到史詩的最後 各人是去到自己的地業 但是他的地業已經是加強化了 他不單止沒有辦法將他天國化 甚至他們自己是被加強化了 我想帶你去看看希伯文書 希伯文書說到約書亞其實沒有真的 將以色列人帶進入一個真正的安息 甚至我可以這樣說一個真正的拯救 約是約書亞以色他們響了安息 後來神就不會再提別的日子了 這樣看來另有一個安息日為上帝的子民保留著 這個安息日在希伯文書的故事裡 是說了主耶穌基督 是主耶穌基督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講希伯文書 早兩個星期 講道的時候 希伯文書是講一群面對很大壓力 考慮要不要不做基督徒的人所寫的 他整個希伯文書的作者想要講的就是 唯有耶穌基督才可以給我們這個安息 如果你背棄耶穌基督 你就沒有這個安息 於是希伯文書的作者 叫我們要留在耶穌基督的安息裡 但正如在約書亞記裡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 我們要去打仗 那個仗就是要揭力進入這個安息 所以我們毋要揭力進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學了不信從而跌倒 他叫他們不要因為外在的壓力 而放棄他們的信仰 相反他們要持守上帝給他們的呼召 在他們的時代裡做一個見證 我怎麼說這些 因為我想告訴你 譬如我們今天說 我和你分享一點點這個 我們有位同學 他因為出差 他就沒有機會來上課 但他在網上聽回 不斷在跟我的email 問一些問題 亦都給我自己思想 他聽了上個星期 那個at the house of Micah 即米家之隔 他很驚訝 他說原來以色列人真是衰到貼地 甚至他問 舊約裡面的以色列人 究竟有沒有真是遵行摩西的律法 我說其實大部分的神學家都相信他們根本沒有 如果你看到希伯萊書裡面 講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班 進加林那班 其實那個角度是非常負面的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有天我們上去天堂 我們大概不會見到很多以色列人 當然你說有沒有 有 大衛 阿伯拉罕 先知 以賽亞等等 但大部分舊約聖經裡面的以色列人 全部在上帝眼中是叛逆的子民 這位很有思想的弟兄 他寫完之後 他說原來這麼黑 這麼可怕 他說我們真的需要耶穌 We truly need Jesus 寫得很好 我回他的時候 他說我們真的需要耶穌 不過我要加多一件事 我們需要耶穌之餘 不代表耶穌是我們的免死金牌 於是我們可以繼續去做我們眼中看為對的事情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耶穌是我們唯一拯救 是對的 但我們怎麼可以進入這個拯救 是通過一個真正的悔改 所以我跟他說 我每次聽教會的弟兄姐妹說這件事 他會說 其實我們真的很像舊約以色列人 我聽到這句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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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want to go there 如果你像以色列人 你就麻煩了 你應該說 其實我們也很不像以色列人 因為如果你像以色列人 你就以為你去聖殿裡面去敬拜一下 去獻祭就可以讓你得救了 你明白嗎 以色列人相不相信他們得救 相信他們憑什麼 憑他們每個安息日去聖殿 憑他們給上帝少許錢 憑他們去獻牛羊 他們覺得那些東西就可以救了他們 然後他一方面去上帝的聖殿裡面這樣拜 另一方面他繼續拜外面的巴黎 如果你說你好像他一樣 你就要小心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不是說原來這麼黑 於是我們真的需要耶穌 把耶穌變成免世金牌 不是這樣用的 沒有耶穌 沒有耶穌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拯救 沒有辦法好 但是我們怎樣 真的進入耶穌 是一個真正的悔改 所以下個星期回來的時候 我們想看看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悔改 我們不單止不行我們眼中捍衛隊的事 在耶穌眼中捍衛隊的事 不行這些 我們相反我們要行耶穌眼中捍衛尾的事情 如果你去留心去看保羅的書信 你看彼得所寫的耶穌所寫 他們想鼓勵你去轉末做一件事 做上帝眼中捍衛尾的事情 這個就是聖徒的報照 在此以外 我們就走回去那條舊路 在上帝憤怒當中會死亡 一提祈禱 我們天父 我們真的求主祢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去明白這一切 主或者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看這些故事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temptation 有一個很大的引誘 就說 關我什麼事 我怎會做這些事情 大主 這個就是那個恐怖的地方 以色列人 當年可以覺得自己在打一場聖戰 完全不知道 你的憤怒已經就在門前 他完全不認識你 他自意地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合乎你的心意 主或者我們今天的光景 可能比較相似是米家家中那些小的偶像的崇拜 或者建造 但是主要如果我們不配改 這些偶像會成為神殿 甚至 將來的教會 會成為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甚至 剛才我們所看的那些圖畫 都讓我想起 馬丁路德五百年前 所面對的 想起那套Luther的電影 想起Luther去羅馬的情景 想起羅馬當中那種 那些偶像 那些金錢 地位 情慾 想到教會變成這樣的光景 主要如果我們今天不回去正路 其實很難擔保 我們這個時代 甚至下一個時代 我們教會會變成怎樣 主要我們知道我們需要 另外一個Reformation 但是讓上帝 清晰地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Reformation 不是 不是外憂的問題 是內患的問題 我們今天最軟弱的是 教會的內在 我們需要為教會的內在祈禱 如果在討告會上面 我們問有什麼肢體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知道 我們很有需要 我們的內在很有需要 我們不是健康的一個群體 我們需要你的醫治 需要真正的悔改 求主你賜我們恩典 求主你幫我們去消化這一切 下個星期我們回來總結的時候 給我們一個心智 一個火熱的心 明亮的眼睛 叫我們去做 你眼中看為美的事情 這個是保羅的心智 是約翰彼得的心智 我們想起彼得的轉化 聖靈的降臨 我們剛剛過了聖靈降臨 主要聖靈真的來到我們生命裏面 轉化我們 是約翰彼得的 好像彼得一樣 讓我們紫外做 你眼中看為美的事情 祝福我們這個群體 祝福我們的教會 祝福我們當中每一個弟兄姊妹 保守我們的腳步 讓我們下個星期再回來 去思想你的話語 我們今天期待 和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門 好 謝謝